1939年跟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的秘密协议书 然后他吞并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发动苏芬战争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他也知道这份秘密协定臭名昭著 所以呢当斯大林的忠实走狗 苏联外长莫勒托夫签这个协定的时候 他自己的名字他没用西里尔字母 没用俄文字母 而用的是拉丁字母 就好比咱们现在人签名 你不写这个汉字 你写汉语拼音 当然你说这不是我写的 我们中国人都得写汉字 我叫丁一二 我不可能得应丁 我不可能写这 所以就是莫勒托夫本人 他都知道这个事 骂名千财 臭名昭著 所以怎么办呢 我签名我不用西里尔字母 我没写俄语 我写的是拉丁字母 这样的话我将来好抵赖 好否认 但你甭管怎么抵赖 怎么否认 德国一战败 这个秘密协议书就公布了 莫勒托夫跟李宾特洛夫 俩人都签的 而且你确实也是按照 这个一步一步干的 占领这个波罗的海三国 所以波罗的海的人民奋起抗暴 抵抗这个苏联军队的行动 一直持续到1959年 森林之子 在森林里坚持抵抗苏军 到1959年才灭亡 所以现在有好多这个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之后 为什么对这个苏联红军的态度 那么恶劣 查一下他的纪念碑 认为他跟纳粹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没有区别 他就是40年非法吞并的 这三个国家 你可以看一个爱沙尼亚电影 叫1944 我隆重推荐这个电影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爱沙尼亚人民 怎么在苏联的统治之下 悲惨的生活 在苏德两大强国的压力之下 家缝中生存的小国 有多不容易 你至于他跟波兰的关系 他就不用说了 波兰历史上几次亡国 都跟他有关 四次 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 然后一战之后 波兰好不容易复国 1939年9月16号 铁木兴哥和瓦图丁 率领了60万苏联红军 在背后插了波兰一刀子 波兰正在激烈的抵抗德国 最吃劲的时候 苏联红军从西边 按照苏德互不禁调约 两国瓜分了波兰 斯大林比希特勒 还多拿了3000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 只不过因为 首都华沙在德战区 所以就说是这个亡于德国 因此你看 朱维正先生写过一本书 叫采访二战德国老兵 就是我认识的二战德国兵 德国兵就说 你们觉得二战爆发的标志是什么 说是希特勒闪击波兰 希特勒打波兰 打波兰是我们一家干的吗 不是我们一家干的 你苏联也干了 所以你也是挑起二战的 元凶首恶 你也是这个 只不过就因为你赢了 最后英美这些国家 其实说白了 帝国主义狗摇狗之间的战争 两个法西斯列强互相残杀 民主国家人喘口气 所以才保住你的所谓的反法西斯领袖的地位 你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至于这个苏联红军在攻克了德国之后 干的那些丑事 那都是网上都是比比皆是 车才斗梁 你自个看见 光强奸德国妇女就强奸了二百万 包括这个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 都被强奸 十几岁到七十岁 全部放过 那就是一帮嗜血的野兽 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头子 纪米特洛夫 他当时也是共产国纪的负责人 向斯大林提出抗议 说你们红军进入保加利亚 你们不能烧杀抢奸 一路走 一路强奸 然后弄这么多私生子 二战的时候军纪最坏的军队 就是苏军和日军 德军都没有大规模强奸 因为他觉得这瑞兰民族 而且德军犯坏的都是党卫军 国防军也是很文明的 1939年